相信今天我们打扮的 漂亮亮亮的姑娘 一定吸引我们每一位上台的小伙子 其实你知道吗 程磊 今天你回来特别高兴 因为上一期节目你不在 叶子轩好像心情都不太好 程磊哥哥 我好想你 我送给你一句话 只要程磊哥哥 你还待在白里挑衣 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我叶子轩就不会放弃的 看得出来 就是虽然三个礼拜没来 但是叶子轩现在已经心情 非常的灿烂了 你主要是看到了你 对不对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上个星期我的心情 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灰暗的 但是今天我觉得晴空万里 然后心情愉悦 那为了你 我一定就是说 更加努力地工作 好吗 好 那我们欢迎 今天的小伙子们闪亮登场 伴依达欲 国志唯一 沈飞 来自南京 29岁 是演出精女 好隆重 我们看得出来 小沈 看得出来 这是一公一母 是吗 对对对 没想到狼和猪还能配一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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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猪一看体育 你知道没有用瘦肉精 大家好 我叫沈飞 来自南京 现在做的是演出精理 这个行业 主要做的就是 这是我们两个 这个剧的主演 大家好 我叫沈飞 今年30岁 来自南京 现在是北京丑小鸭 卡通艺术团的巡演经理 平时我喜欢看看漫画 看看动画片 再打打游戏 然后从事这个工作 每次看到演出的时候 看到小朋友那些 欢乐的样子 在我内心会得到 然后最大的满足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在哪空演吗 在云峰剧院 那我们要去 就是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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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小沈 你这个牌子有点吓人了 因为这个牌子 写的是爱情宣言 你居然写 期待与猪猪发生故事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猪妈妈 在我们这个剧里 又有智慧 然后又可爱 然后又贤惠 其实就是我心目中的 女朋友的形象 我们这其实有一个 特别具有同心的女嘉宾 徐敏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唱儿歌 我要求男嘉宾 跟我一起唱 那你现在来 跟他们一块表演 好不好 好 圆了你这个 童心的梦 因为我特别喜欢 想玩吃这种娃娃 我有一只小毛驴 我从来也不起 有一天我心血来唱 起着只感情 我手里拿着小皮 变我心里很得意 忽然之间 乌拉拉拉 甩了一身泥 再换 呼噜哇 呼噜哇 一个腾上七个花 不会 我也会知道 陈总 我发现 儿童局以后 你可以退职了 他可以上岗 是 我准备 拼他到我们那儿去 当初生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得要感谢许敏 他下来这一段 歌唱完了之后 你已经达到了76票 所以有机会来到台中 有请 好 谢谢 好 其实在这个环节 我们应该先感谢许敏 他给了你很大的信心 而且在舞台上 还给你带来那么多欢乐 那么在十位女嘉宾当中 有没有哪位 是自己比较心仪的 请在精灵音乐手机上 按下他的号码 你的选择我们知道了 那么究竟 他们十位对你印象如何 来 依次点评一下 你失误了 你不该带你的狼和猪上来 我完全爱上你们家那只狼了 太可爱了 可会 好像胖胖的 个子呢也不高 非常的幽默 可爱 而且有点调皮 好 子萱 这男嘉宾 还有他旁边的两只东西 都好幼稚 你说他们好幼稚 你不觉得很幼稚吗 超级幼稚的 就是跟小朋友那种 他不就是给你这样的小孩子看的吗 我现在很成熟了 欢迎你来看一看 你会喜欢你 我一直在想有问题 前面说什么当狼爱上猪之类的 那你不是把我们这十位女嘉宾都形容成小猪了 小猪挺好的呀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其实不是狗 是猪 最聪明的 对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你是南京人啊 我01年在就来南京了 就在南义上大学一直就留下来了 我是将苏人哎 吃了 吃了 好吧 谢谢各位的评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颁开扑克牌 看看还能够帮助这位小伙子提供哪些信息 请翻牌 卡通剧团经理南义本科年薪十二万 组辈的新疆支边都是国家干部 爸爸妈妈都在新疆支边 然后都是做国家干部的 刚才这 其实是爷爷 我爷爷是个将军 爷爷是将军啊 对 然后少将中将 少将 少将 是新疆军分区的领导 他们当时就是已经算是农肯的了 兵团的 对 我爷爷是一个市的市长 市长 对 叫根正苗红 是这么说 有点意思 是你拍的吗 对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卡片机拍的 好美 那就这么美了 对 它就是这么美 这个海拔是在三千零五十 这个然后是在和睦 这是几月份的时候 这个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这也是八月份 这是康纳斯湖 就是传说有水怪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薰衣草的田 后面是油菜花 在伊犁 好漂亮 也有人说过说新疆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 对 它集中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 对 在新疆 对 可能 那你是不是很憧憬一段童话般的爱情 是 我有这个想法 但是像我这种个头 你有多高呢 我171 因为你的新疆生活可能那边高个的男人多 我在那属于二等残废 就因为新疆的这个北方人块比较大 对 我妈妈就超喜欢长得不高的男生 对吧 对我妈妈有句话就说 人长得矮精华 然后我妈妈就觉得你各自长得矮矮的 然后一定是脑子特别聪明 然后人特别好的 因为我妈妈说人长得高 然后这个长就是直的 然后就是很笨 然后如果长得矮的话 这长就是弯的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 因为人矮的是头比较重 压得长不起来 人高是骨头比较轻 你不觉得像我们这儿个子矮的 找一个个子高的 然后走在街上 别人不耻笑吗 如果你的女朋友不介意 你介什么意呢 你个儿不高 你身边站一个很高的女朋友 路人只会觉得 哇 这个男人好有本事啊 找一个这么高的女生 我是1米72嘛 像如果我觉得不会介意你1米71 做我男朋友 你看到吗 谢谢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大家是在给你信心 因为你修炼的性格魅力 它远远高于你身高的魅力 有钱时遇见过爱情片子 被席卷一空 现在年薪12万 你工作的几年 应该不算特别有钱 怎么叫有钱时 难道我理解的含义是 你曾经特别有钱过 当时也算是自己运气好 然后跟我们说说 我在刚工作的头一年的 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月薪是10万 月薪10万啊 对对对 怎么会有什么工作让你月薪10万呢 因为当时 每个老板这么冲动 我运气特别特别好 我一下子接了将近有四个到五个的企业VI 就是企业的 然后 对就是包括他的广告 包括他的那个 全传 logo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做 就是凡是关于视觉上的 对对对 系统管理的VI 接了四个单子 所以这四个单子让你达到了月薪10万 对 就是这一年里边你赚了120万最起码 差不多 哦 那怎么会遇到爱情片子呢 那就当那个人来跟你谈恋爱 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你不知道 我当时是真不知道 你觉得他爱上你了 哎是 那最后怎么发现他是爱情片子了呢 因为在我去谈客户回来的时候 我们家的东西都没了 啊 什么东西都没了 哎对 他把你家里东西全拿走了 是的 到现在为止 你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下落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没去找她 我没有必要去找她 你觉得没必要了是吗 对 你看这时候就体现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获达 我觉得毕竟我们俩开心过 能透露搬走了些什么吗 小到然后我的洗手液都给我拿走 小到洗手液 大到冰箱彩店全拿走了 冰箱彩店拿走都没拿 然后就是整个所有的只要是 存款呢 什么 存款都没有 存款 然后我这个 就是我给他的 他只是把里头的钱花光了 然后把卡还给我 给你留了张空卡 对 然后拿着自己所有东西 对 撤了 对 所以说不要找学艺术的 要找学理工的 那个女孩是学艺术的 应该差不多 顺理成章推算 你不能因为 你对我们这种学艺术的人 难道都这么看吗 没有没有 也不是 你看学艺术的 学艺术的 那儿还有学艺术的 我真的很想说 就是因为是学艺术的女孩子 才把洗手液都带走 没拿存折什么的 她这不是洗劫 她分明就是行为 存折已经花光了 行为艺术 那我觉得如果我学理工课 我脑子很好使 我就计算好这个冰箱彩垫有多重 我找好小工来搬走 我留着干嘛 我连洗手液都拿 那分明就是行为艺术嘛 对啊 你在碰他的心呢 哪里是洗劫 关键是别人拿走洗手液 我不觉得奇怪 他还记得洗手液 别拿走 这才是学理工课了 因为那个洗手液是我一个朋友 还专门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 哦 这是一个限量版迪斯尼 哦 是哦 而且我又特别喜欢卡通的这个东西 好 如果愿意支持这位小伙 咱们先准备投票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情况 有很多女孩子都被你把扑克牌亮开 那接下来呢 还可以和我们的女嘉宾进行互动交流 你想问谁问题 我想还是问一下八号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喜欢儿童的这个东西 是从小就喜欢 还是从 比如说上大学突然一个迸发 还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学前教育 然后我是做enjoy art 然后就是做艺术启蒙 所以说我也很喜欢小朋友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 可以跟小和朋友融合在一起 我还想问一句 还是问他吗 对对对 如果说 我现在抛弃上海的演出 咱们俩现在就买机票 回新疆你愿不愿意 徐敏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不需要马上回答 如果你可以马上做出决定 我们当然也希望知道答案 我需要考虑一下 好 允许他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了 你还问其他人吗 不问吗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好专一的一位小伙子 好像情况已经相当明朗化了 那么接下来马上投票 有人愿意继续给他机会吗 其实其他人已经不重要了 就是你专注的这一位 是否还愿意给你机会呢 因为你的专注 是否会让徐敏把扑克白 为你晾开呢 我觉得这种时候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交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先来听听徐敏 你为什么最终还是不给他机会 首先很感谢你 谢谢我 能够选择我 然后我也很感谢你 能邀请我去新疆 去你的家乡 但是你知道 每个女生心目中 都有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梦 然后每个女生 都希望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 每个女生心目中的王子 都是那样高高大大的 然后又高又帅 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心中的那个公主梦 其实纪磊刚才给了我们 男嘉宾很大的鼓励 包括身高的鼓励 但是最后你也还是翻牌了 是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啊 在台上男嘉宾就很喜欢 我们的徐敏 我觉得有一种 有句成语叫成人之美嘛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他会翻牌 因为我觉得我理想终结 就是好 他站上舞台 然后他们两个牵手 很幸福地离开这个舞台 我觉得哇 那才是一个公主 一个公主梦 一个童话般的梦 所以我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 徐敏能够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我也希望他们两个 能够成功地在一起 我真的很祝福他们 我们很多人的心愿 对 真的 如果还真的有这份勇气 我愿意鼓励你再去尝试一下 向徐敏表白 愿意吗 愿意 徐敏请出脸 让他看到你除了身高以外身上的伟岸 向前走 徐敏你有多高 我近身高一级 一七零 因为现在 我的视野也在刚起步 而且我有这么大的梦想 我需要找一个 能吃苦的一个女孩 能有爱心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你很适合 就算是 咱们今天不能走到一块 但是我希望 咱们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如果能跟我回家那更好了 我会 一直笑到最后的 我觉得 你的事业上 应该多努力 然后我也很支持你 然后你的家乡真的很美 有空一块去看看吧 好 没问题 你们俩是算朋友之间的交流 还是算你勇敢向他表白啊 因为刚被拒绝 心里头还没缓过神了 你怎么能缓不过神来呢 来 谢梦 鼓励他一下 我是想说 如果今天许敏不跟你走 我跟你走 面对谢梦如此主动地表白 男嘉宾将如何抉择呢 妮林竟然做了女嘉宾 难道她为男嘉宾动了心 是怎样的男嘉宾 让谢梦又温柔又野蛮 王淑薇的真情流露 究竟为了谁呢 广告很短 精彩马上回来 我是想说 如果今天许敏不跟你走 我跟你走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 电视机前很多的男生 其实像你一样 自己有很自卑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们白里挑一的舞台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男生也好 所有的女生也好 无论怎样 真爱是值得等待的 我们也是值得被爱的 所以说 并不是说多有钱 或者是多英俊怎样的人 我们要的不是车 不是房 也不是外表 只是爱人 把我们放在心上而已 谢谢谢谢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觉得新疆 现在要考虑的话 那咱现在就走 咱到附近去玩去 去冒冒险 你想去什么地方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走走走 我带着你走走 就站这儿啊 手伸该干嘛干嘛 这时候不要做猪猪 要做老狼 我能抱你一下吗 如果说你要是答应的话 就让我抱你一下 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这后面那句话 我嘴吹起来 别说了 而且我跟你讲啊 作为女人 怎么可能说 我能抱你一下吗 她站在台上说 嗯行 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怕 全国观众看到了以后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个子又高 像我这么矮的人 然后抱着她 我不出去被骂死 怎么会骂死呢 从此以后 全国观众知道 她是你的人了 这也行 真真别扭 我觉得一个男人 想到什么 就应该去做什么 而且我觉得今天你不这么去做 我也要骂你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 那前面你说 立刻就走 那去新疆 现在就走行吗 行 那我的衣服也不换了 我让米超送给我领化 那我衣服也不换 咱开着就走 走 好 走了等等 有东西送给你们 精灵音乐手机 河汤系列手机一队 还有帅康冲锋电器 小炮产品 一人一份 谢谢 现在你们就可以走了 说走就走 别忘了 现在买那个 就是洞车子的票 要实名制 买票之前别忘了 拿身份证 再见 听我说 手牵手 手牵手 其实这次过来 然后是 抱着自己的态度 想到 能遇到 许明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希望 让我跟她能走得越来越长久 之前她真的不是我理想中那种 像王子般的那种高高涉害女生 但是最后她还是打动了我 为了我们新疆巨型 我很开心 也很期待 好 我们的8号 徐敏幸福地离开了舞台 究竟又会有哪位女嘉宾入座 我们今天的8号席位呢 让我们欢迎她 大家好 她叫国庆 来自新疆 今年24岁 她想造一个 陈西话的男人 这话一听就是老婆的话 醒疼的男人 意思在喜别吧 其实陈西话特别好听 特别是女孩子讲陈西话 会觉得特别美 而且就像陈雷说的 一说陈西话的女孩 让人马上想到的 就是老婆的情香 真的 这次过男人 怎么讲的那个话 醒疼的男人 醒疼的男人 男人 真的希望哪位男孩有福气 找到你这样可爱的姑娘 那我们也继续欢迎 我们今天的小伙子 有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赵志豪 如果你去成都 一定请你一次 大大地活活 赵子豪来自成都 26岁 是娱乐公司的法人 你好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 以及网络前的朋友 还有所有想念我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要问我 你曾曾经爱过多少人 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伤有多深啊 我想希望大家 那个各位朋友问个好 你们好 山上有个搜搜剑 山下有个剑搜搜 二人山前来比剑 不知是剑搜搜 比搜搜剑剑 还是搜搜剑 比剑搜搜剑 我是一搜剑 我都在这儿 被大家否定了 我很伤心 但从另一方面我很开心 因为大家给我了我掌声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一朵花 一定是一朵奇葩 如果你是一首歌 一定是生气的酒仔 如果你是一副花 一定是比加索的世界面画 在这儿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 也同样希望今天能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 我的爱情游戏 我的爱情游戏是 爱上你 我愿意 爱上我不容易 好 可能我现在解释一下我写的这个牌子 爱 一直爱 因为可能经过上一次的这个挫折之后 大家都觉得好像我话太多 像唐僧一样 所以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对爱情已经 这种梦想破碎了 不是 我真不这样认为 有时候话多的人是在掩盖他内心的寂寞 我内心的脆弱 好 其实我说好像我的爱 还被摧毁了一样 但是我一直坚信爱的憧憬是美好的 我相信爱 而且一直去寻找爱 我其实要大家一个智能游戏 可能很多朋友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不会玩 而且我今天要玩一首空手道的游戏 看我左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我可以马上编一个身份给你们看 看没有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 我是蝙蝠甲 大家不要笑 这个游戏可能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会做 因为我以前就不会做 你看后面都在试呢 看没有 就有不会的 真有不会的 不要轻易尝试 尝试错了 不像蝙蝠像蝙蝠 好 来 谢谢子浩有请来到台中 直接进入主题 按下你喜欢的号码 好 那我今天就直接插入主题 按上我喜欢的 你上次是他吗 我忘了 当然不是 我说过我经过了一番沉思和选择之后 有两个决定 上次不是他 然后这次你决定选他 对 那你这次又失败了 你又选谁啊 我怎么还没选 又怎么会失败呢 不是 如果真的是失败了 你姐 你的嘴 哎 我就不说了 你的意思如果是你失败了 是我的责任是不是 我知道 就是我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我觉得失败了好 失败了你可以再来一次 哎 失败了是我这红娘做的不合格 子浩的第一印象 这里面其实有几个人跟她很熟 还有一些人对她陌生 咱们来看 男嘉宾很阳光很健康 然后最耀眼的是她胸前的那一顶帽子 好闪耀 然后我发现你有啤酒肚是吗 没有 侧面 你眼睛远视了 姐姐摸一下啊 没有 哇 我远视了 啊 健搜搜 你又回来了 我是一搜健 我喜欢叫你健搜搜 啊 我就是那个 成都的天气好吗 成都的空气好吗 成都的人民好吗 好想你们啊 成都的人民比较口 是不是看起来她很开心啊 我想透露一个小消息 刚才妮妮姐在摸她肚子的那一瞬间 她吸了一口气 哦 是吗 是的 还等会我偷偷地趁她不吸气 然后再摸一下 看看有个九度 毕小姐 天呐 你终于来了奇葩 因为你的出现 这个舞台从黑白突然变成了彩色 我代表人类欢迎你光临地球 作为跟你一样的珍稀动物 我一定力挺你到底 帮你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 真不愧是懂我的奇葩同类人 小慧 你这个样子给我感觉呢 非常的阳光 衣服呢红色的 鞋子呢是黄色的 非常的时尚 你这个形象呢 你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积累这个人你不认识啊 搞笑吧 对 我就突然好的问号 我觉得是不是又多请了一个主持人啊 这个我都刚才想说的 她可以就是代替我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真的 我也觉得是真的 像这样的就是特别成都性格的小伙子 乐观 就是开朗 西安的女孩是不是欣赏喜欢 我想问你是不是特别会心疼女生的男生 当然会 而且是从心到外 从里到外的任性 好 那我现在确定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男生 好 所以要留牌 好 西安女人这么爽啊 果金 你是爹爹 你是爹爹 我要去西安玩家 总会碰到一个 你说对吧 那那么多女孩呢 诚哥 你瞅啥呀 但说句实话 你今天选的这个呢 我也挺有压力的 我自己觉得 我能不能完成任务 我都不知道 没关系 有压力 有挑战才是我的风格 能不能你就自己在那主持一下算了 我就在旁边 问一下怎么了 明明姐 你一定一定要支持她 作为奇葩我力挺她 你力挺她 对对对 那你就说你也赞同 如果说我没有促成她 是我主持人做的不合格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我理解你理解错了 就是你把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务 交给一个就是超有难度的人 我估计 说实话明明姐 要是是别人我还真不敢 但是如果是她 看在奇葩的份上 今天我一定要帮你当红娘 那行 你做红娘做主持人 我做符文晓 明明认为如果没促成这段姻缘 是她红娘做的不合格 当中究竟有怎样的玄机呢 某位女嘉宾今天是怎么了 事后她甚至认为 这是她做红娘最成功的一次 符文晓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呢 精彩马上揭晓 你做红娘做主持人 我做符文晓 好啊 成啊 哎呀 真的 有问题啊 我还没做过你嘉宾呢 心心夸戒 让我尝试一下 做你嘉宾的滋味 让我觉得 就这么容易就换了 成蕾你的搭档 我知道你无非是站得有点累 真的 没有关系 没有这样对我的压力很大 从现在开始你的搭档叫冯文晓 我是四号女嘉宾 我觉得冯晓晓她跑过那种笑容 感觉是念带微笑笑里藏刀 兄弟你离废了不远了 我感觉没有 冯晓你眼就是紧 好在你林姐做准备的时候 我要先说一下 我像四号女嘉宾吗 啊四号女嘉宾好漂亮哦 谢谢啊 这样子的刚才 你像四号女嘉宾的猫 四号女嘉宾 为什么你做到现在始终不走 其实我是一个内心 特别渴望爱的人 我说的是温晓的心声 大家也不要被我每天 咄咄逼人的外表所蒙屁 貌似尖刻 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强悍 表现自己的强悍 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脆弱 温晓我要告诉你 你要听清楚 不要茶话 好好 告诉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是金字呼吗 被大家称为 我们平常 我代表所有的观众告诉你 你是很有才华 我们欣赏你的才华 欣赏你做老师的口吻 欣赏你尊重教导的语气 但是我告诉你 百里挑一 今天是来挑选对象 不是挑选儿子 如果你一直要用 教育儿子的口吻 给我们说话 你永远找到的是儿子 不是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去找儿子 我从来没有用 多多必人的语气 当儿子想来教育 亲爱的 我只在寻找一个比我更强的男人来驾驭我 亲爱的 在一个比我更强的男人面前 我甘心做他的女儿 亲爱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百里挑一节目 正式改名为百里挑刺节目 要斗嘴还要买鸡票到上海了 直接回成都炒不就得了 真的 斗嘴这个孩子好 而且最主要的是 能做一道非常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餐 我希望她能找一个 温柔 善良 非常 喜天人的女孩子 陪伴她的重刺 我要告诉现场的女嘉宾一点 赵子昊同学 是一个超能吸睛的男人 因为她在生活当中 做了很多项投资 而且每一项投资 都是相当的成功 能赚很多 所以现场的女嘉宾 一定要抓紧机会 不要放过这个潜力股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女孩子暗恋她 让我们通过扑克牌 来更多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详细信息 请盘牌 文化公司法人 自封是朵奇葩 第二张牌呢 是话语犀利 内心脆弱 刚才自己也讲过了 第三张牌呢 不求天仙美貌 只求两情相悦 那下一张是内心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什么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你站在我面 站在我旁边 我觉得那个难上加难 你就讲嘛 对着我讲可以 没有了 待会再讲 就一讲起来 我就不是奇葩了 一下子就讲起来 我就不是奇葩了 这是一个就是 带有高度保密性的决定 是吧 对对对 就是现在是不能说 就是重要决定嘛 重要的一定要放在最后了 那别的我们也好像 没有什么兴趣可以知道 然后你嘉宾就可以 直接问他问题好吗 我想送给你一句话 就是 我觉得你是一只怪兽 但是你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你的义务 就是打在一只奥特 我特别就是喜欢一号女嘉宾 我觉得她长得特别喜庆 你知道吗 长得再喜庆 没有你喜庆 就是看到也可以让人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 天生带来的一种财富和能力 贱苏苏 你还是那么贱 这都是同样作为成都人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一定要支持你 我一定要看你选的是怎样一朵 作为你这个奇葩 你会选择另一朵怎样的奇葩 说不定就是你哦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谢梦 就是你应该说话很坦诚 成都的小伙子画都那么多吗 其实就还好 哪里都有画多的人 但是她就是属于那种成都的 画多的里面 画特别特别多的那一种 男嘉宾你好 第一印象到现在 一直觉得你就是个开心果 的确是一个奇葩 然后如果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一个那种 个你在生活中 想欢喜冤家的一个 然后一个女人 然后我觉得那样生活 会很多有情趣 但是每天在这种 真真潮潮中度过的话 那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生活 有限的时间我想更多的去表现 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情感 才会说这么多话 如果真的要平常 大家生活在一起 有沟通 有交流 有理解 就OK了 不用再说太多的话 如果我要说太多的话 说一百句你都不明白 我还跟你说什么 如果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 我不用说你都明白我 这才是相爱 书叶我要帮她说一句话 因为上次我们节目中认识了 我知道书叶是一个很居家 很贤惠的女人 其实赵子浩生活当中做饭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经常在她微博 看到她晒自己做饭的照片 我还以为你在家吃过 那个 那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只要你喜欢我都可以做 会做饭的男的很少 我觉得你蛮优秀的 给你个机会 反击了 没有反击 是谈一下我最真实的想法 就是跟大家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刚好没有对我评论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是对我无语呢 还是 是想说的太多不知从何说起呢 我觉得你好能说 让人超没有安全感 然后 我觉得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不知道你在这说什么 然后你说的是很多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 还是对你感觉到好陌生 你有一个确定好32岁才嫁的人呢 这个你也知道啊 相互把自己给解决了 我今天说那么多话 这句话是最管用的 就说明你对我们每一位姑娘 都去尽最大努力去了解 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三号女嘉宾 我反正一看到她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张爱玲 我始终觉得 你一直在多多多多多不停地讲 其实你在掩饰你内心的那份寂寞 张爱玲曾经说过 每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的内心 其实都装了一个不可能的人 我特别想知道你那个不可能的人 到底是谁 所以说你就快点卸下你的面具 真诚地去面对它吧 不要再掩饰了 我感觉到了你的那份害怕 是因为你站在那个玲玲姐的旁边吗 我不是在卸下面具 因为我想把快乐带在生活和节目当中 包括在舞台上面 给观众朋友都是开心的 如果说她这样的生活方式都接受不了 我们以后在一起也不会走得更长远 好了子浩 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正在迫切地等待你的评价 四号女嘉宾很美 好像也是最懂我的 你说对了 子浩 我为什么是最懂他的 你们都忽略了我手里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当然是最懂他的 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 手机网交接了 但是子浩 我是知道你的手机上的这个号码的 对不对 你真的如果说是想让我帮你促成 今天这份姻缘的话 我觉得你 谢梦说你卸下面具 你说你是真实的 对 你生活中是真实的 但是每一个真实的自己 在面对朋友 家人和爱人的时候 一定是有不一样的一面的 你需要的是 想让你想要追求的这个人 如果将来会成为你的爱人 你此时此刻应该用最快的时间 用你的智慧 不管是语言也好 行为也好 去让你想要成为爱人的这个人 感受到你是一个好男人 你会呵护他疼爱他 而不是说你是一个能言善变的 睿智的青年 所以我说你姐是最懂我的 这是你姐吗 她现在变回了你姐 啊 我是福文小 好 福文小是最懂我的 那我们看一下女孩子们 会为她投票吗 三 二 一 投票 我不能看是不是 四号女嘉宾请你慎重 那其实这个结果呢 子昊我觉得你应该感到欣慰 真的 因为在台上男嘉宾当 这个时候算很好的 对吗 那当然 对 先可以选择看一个女嘉宾的 就是录像资料 然后再进行提问 郭靖 大家好 我叫郭靖 今年24岁 我来这些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我来上海一年多了 我现在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营销助理 我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处理一些订单的问题 还有电话拜访客户 我除了工作之外 平时生活中喜欢唱歌 打台球 然后特别喜欢游泳 嗯 我在工作之外 其实是一个活泼开朗 爱玩爱闹的女生 有时候我会特别温顺小鸟艺人 但有时候我会 纷纷颠颠像个男孩子 大家好我是郭靖的同事 在办公室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 他会突然发出一声猪叫 或者跑到我面前 来做个星星的怪脸 郭靖加油 你是最棒的 郭靖 我是黄荣可以吗 你愿意吗 没有 不管是在武侠小说 还是歌曲里面 郭靖和黄荣永远都是一对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是郭靖 可惜我告诉你 我做不了黄荣 好 谢谢 那下面这个环节 就是看你 对哪些女嘉宾有问题 要提问了 我想问一下四号女嘉宾 你可不可以改变一种方式 不要像教育儿子一样 来教育你的对象呢 其实我四号女嘉宾 富文小 其实是内心特别渴望爱的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能够在瞬间驾驭我的人 我也始终相信 人在第一瞬间 也许是一天一面 或者是几分钟几秒钟 就能建立我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如果我觉得这个人是我的菜 跟我是合适的 其实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不是你们想象的好像拒绝一切 不是 我是一个渴望爱的女人 我只是一个小女人 不是你们看到的 平时的咄咄逼人的富文小 在《百里挑一》这个舞台上 我们不要考虑 别人怎么看我们的 对 只要考虑一件事情 我怎么向我爱的那个人 去表达我自己 让我转息一下 这时候就和刚才不一样了 当然 对吗 任务越明确 动力越强大 微信越焦躁 对对对对 我们先来看看女嘉宾 这个最后一轮表态好吗 来准备分排 某位女嘉宾今天是怎么了 好 其实我告诉你文小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我是帮你做的 也是帮子昊做的 我上一轮就提醒过你们 有一样东西在我手里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 看过这个手机 在这个手机上 子昊瞬间进来按下的号码 就是4号符文小 而且我还问了他 你上次选的这个 他当然不是 他说这是经过他深思熟虑之后 的一个考验 在我们这舞台上 走过的 在我这个红娘 资深红娘 我做了12年的红娘 在我有很多人 我认为是跟你很相配的 我说句实话 是配得上你的 也是充分可以满足你 既做女儿 又做妻子 又做母亲 又做朋友 这样一个角色的 可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依恋这个舞台 每一次都说不 每一次都是拒绝 我当然不愿意永远做丁子虎 而且林玲姐今天选择 我想我奶奶会很开心 因为上期节目播出 我奶奶就盯着我跟我说 她说那个男孩子好好 真的吗 真的 我奶奶就喜欢这种面相 就是脸又很圆 又很喜庆 她觉得很开心 她说 生活习惯还接近 对 又都是四川人 老人家喜欢就是离得近一点 但我当时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不行的 这个人可以当我哥 但是应该不能当男朋友 我想我还是走过来了 走到你们的身边和你们交流 可能显得更自如一些 这样 门晓 你站在 我们女嘉宾的位置上 子昊 也许我做这个决定 很多观众都会骂我 不管子昊 今天真的是不是 你由衷想选择的 我代替你把这张牌 留到了最后 至少它是你的四川老乡 至少你们俩交流上没有障碍 至少你们都非常的睿智 至少你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 今天呢也谢谢妮林姐 其实也说了很多 我觉得也是我的心声 也像成雷哥说的 现代人都觉得选择太多了 并不是追我的人多 而是我们潜意识里面觉得 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网络啦 电话啦 每天我在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就会觉得每天都有无数的选择 可是当这些选择 其实参加百里挑一以来 真的也遇到很多机会 像真爱网也有很多打电话的说 某某某男士条件很好 然后一开口就说 年薪怎样 月薪怎样 条件有多么多么好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 爱情这个事情有一点变味了 我觉得不应该是挑萝卜挑青菜 所以就更加的迷茫了 讲真的是这样子 别想那么多也别迷茫 早晚命运会给你一个妥贴的交代 对 我想也会 首先我特别要谢谢妮姐 刚刚讲了那么长的一番话 就是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 而且我对你的话特别有信心 做了12年红娘的人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 我想告诉文小 相信妮姐 相信我 我倒不是一定相信文小会选你 我是相信文小想离开这里 我相信妮姐做12年红娘的眼光 我还没有感觉到你的真诚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何决定 但我确实是想离开了 文小 其实你看我走这么几步的路走得很慢 其实我一直在思索 到底要怎么样去跟你说 刚刚我拿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隐藏了很久 但是不小心也被人看到了 他问我说 这是什么 是戒指吗 你等会儿 你这你 你你你 你什么这 你不会 不会那么俗吧 你不会那么俗吧 就拿个钻戒来了 没有我以为 你这算是 没有 什么意思呢 拿钻戒多俗呀 更何况是对福文小 怎么能用这么俗的方式和东西 神秘的礼物真的让福文小动了心吗 福文小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呢 是怎样的男嘉宾让财女谢梦 又温柔又野蛮 广告很短 精彩马上回来 你好 拿钻戒多俗呀 更何况是对福文小 怎么能用这么俗的方式和东西 是我精心挑选了一个贝壳的盒子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俗这么一回 什么 你还是拿了个钻戒 福文小 请允许让我叫你小小好吗 哇 你可以 你真的 还是个钻戒 三克拉的 赵子浩 钻石要不要那么大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你知道吗 赵子浩 你说 你的脆弱我懂 我的你也懂 我不想示弱 是因为 我觉得 别人没有必要为你的痛苦去负责 我也希望生命当中 多一些可以对我负责的人 比如说亲人 比如说爱人 或者说朋友 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会很困难 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决定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我真的不是 你刚刚说了 人生当中你要扮演很多种角色 也不同意让我们先从其他角色开始好不好 我可以叫你哥吗 没有你就是我妹 哥 我是那个愿意送你钻戒的歌 不要为难我 我是那个愿意送你钻戒的歌 就是你们两个 我觉得你会幸福的 其实我们以兄妹的身份 还有赵子浩 其实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内心很飘忽的人 你觉得吗 所以飘忽的人呢 很不容易沉定下来 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的 两个飘忽的人在一起 你不觉得 整个世界都飘掉了吗 没有 我觉得两个飘忽的人在一起 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精彩 不行的 赵子浩 我们一起找 我们一起找 找到那个可以把我们扯到地面的人好吗 怎么又叫我赵子浩 我是你哥 哥 哥 我要去念念你的脸可以吗 因为我奶奶说你的脸很可爱 那我捏一下你飘忽吗 不要逃 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 有多少辛苦 只要去学校 我劝你 你先把戒指放在我这 等录完节目你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真的就送给你妹妹了 没有 只有我妹妹想要 我就可以给她 三克拉 一辈子我可以赚很多三克拉 那哥我送你走吧 我们一起走吗 对 我牵手送到你上去 笑灿烂一点好不好 笑灿烂一点 拜拜哥 再见子浩 有兴趣下次录像的时候来看看你妹妹 说不定哪天她就改主意了 因为她最近可以天天看到 你送的那个三克拉的戒指 三克拉的戒指 不好意思还在我手上 她没有接受 子浩再见 子浩今天记住所有人跟你说的话 再见 其实我现在心情特别沉重 我说句实话真的 特别特别重 在这个台上 其他各位女嘉宾 我都不是特担心 其实真的挺替文小操心的 我说句实话 因为你比我年轻好多岁 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有像你类似的个性 真的 文小 不要每个男人都拒绝好吗 不会的 说不定明天遇到那个对的人 立刻就在一起 也有可能 看了很多文小的节目 当我每次看她在网上 有很多人去评论她的时候 去说她的时候 我心里那种感觉 可能大家会体会不到 如果你懂爱你能体会 不管今天怎么样 我觉得文小明白了我的心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陈宜 来自上海 然后常去新加坡 请大家一跳 认真这奇迹的时刻 陈宜 来自上海23岁 是人事总经理 我是一个魔术师 我父亲是一名画家 我现在在他的画廊里工作 这是一个魔术师的标配 我的魔法杖 跟我的恋人是一样的 重要 那你为什么不也像 紫辰夫业也学习绘画 也做一个画家的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的话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事业 应该由我们自己 双手来得到 而不是像所有的富二代一样 是家里面的 很老 你觉得自己是富二代啊 可以这么认为吧 那你爸爸应该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画家 还好 有没有带爸爸的作品 给我们看看 没有 我不希望生活在 父母的光环之下 那为什么 我要把我的光环 带过来 陈宜的父亲 著名画家陈无忌 他的画廊坐落在 上海五角厂国顺东路 画廊里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每幅画的标价 已经高达 每平方许三万元的高价 关于我父亲的话 他是一个国画大师 然后是一个 在绘画上面 比较创新 比较有自己的理念的 一个国画家 然后这些 基本上 我这边80%以上的作品 都是我父亲的 从山水 花鸟 人物 等等等等 他都是有涉及到 他是个 当时被陈佩秋 陈老太太 当时称为 最张大千的画家 我是一名原始不经理 但是 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为什么我会喜欢魔术师 这个行业 是因为 他是个很浪漫 很神秘 很有挑战 而且很能洞察别人的 一个行当 一个男人 他的事业 是应该用 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的 而不是应该靠父母 陈姨我跟你讲 其实魔术师 让人感觉 特别刺激的一项艺术 是 来 在京丽音乐手机上 按下 你喜欢的女车号码 你喜欢她 对 她已经选了一位女嘉宾 请我们各位姑娘 告诉我 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她长得 好有创意 还长得蛮可爱的 长得很有创意 就 她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好 你好 看你的第一印象呢 感觉非常的绅士 还有呢 这个燕尾服啊 非常有那个 正牌魔术师的感觉 太好玩了 我们笑死了 就是你跟每一位女嘉宾说话 你眉毛都会跳舞 那 如果我们这边的社长老师 给她一个特写 让她跳一段眉毛舞好了 没有 她的眉毛 为一个品牌做单演 就耐克 可以这么样子 然后她如果再配上 这个动作的话 那就完美了 赶紧表演一下 我们都很期待 对吗 是怎么样 左面弹 右面 这种吗 非常谢谢各位的第一印象 最大的点评 那我们也马上翻开扑克牌 看看还有哪些信息呢 请翻牌 艺术品公司经理 年薪十五万 新加坡生活过十年 是一位兼职魔术师 研究心理学 能洞察他人心理 父亲是画家 不想继承 副业 那这个艺术品公司 其实就是爸爸的画廊 对吗 对 里面是专门卖爸爸的画 还是也经营 其他画家的画呢 就读卖自己父亲的画 就爸爸的画 对 研究心理学 是业余学心理学 还是说就每天都在研究 我一直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我是一个很孤独的守望者 每当走到一个地方 每看所有人的 脸上的表情 你就能分析出他们的心 能猜出他们心里在想 现在请你告诉我 我们台上的十位女嘉宾 你们都不要说话啊 每个人就做一个 相对固定的表情 然后让她告诉我 告诉你们 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一号她在想什么 她现在是一副 什么样的表情 她现在是一副 你能不能猜出 我心里在想什么东西的表情 你刚才说呢 你是研究心理学的 那么想请问 你学到了什么呢 你对我们这么多 女嘉宾的心理 你都特别的了解吗 不 刚开始进行接触的话 是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很详细的了解 只有在不停的聊天 不停的对话当中 我才能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阿文晓 有一部美剧叫做 Light to me 有一部港片叫做 独心神探 你是不是很爱看 有没有 有没有很爱看 OK Light to me 我当然有啦 你看 你刚才说 No的时候 然后眼神向右边偏移了一下 这个眼神表示你在掩饰 还有你现在的姿势 男人如果站得稍微有一点这种S型呢 可能内心会有一点点忐忑 成了一个 你看站得多直 你看 我说完立马站很直 有没有 OK 这个再次是我和比较习惯 戏风对手的吧 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 Light to me 我只看第一集 而独心神探 我不学于看 好 猜有谁 子萱 对你就猜 子萱现在想什么了 你不是研究肢体心理学的吗 他想问你什么呢 有很强的表演天赋 可以继续 我猜出来 他的意思是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最后一位 你笑得我有点发毛 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话 你不是说你学心理的吗 然后我们这个十个女嘉宾 其他人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管一个六号 你觉得他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会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应该是责任性的男生 因为是女人都喜欢有责任性的男生 是你这个型的男生吗 以后可以慢慢发现 现在还不知道 我来回答一下正确的问题答案 首先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天看到陈磊哥哥觉得好亲切 然后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就是吴彦坤那样的 你都不知道吴彦坤是谁吧 对 作为魔术师这个都不知道 对 你这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 如果你不知道吴彦坤是谁 你就落户了 看他第一眼 看来我们的魔术师男嘉宾 并不知道叶子萱和吴彦坤的故事 他当场表示 想要点看子萱的素颜短片 我们的外景情报员王某某 也应观众要求 为您带来子萱的最新近况 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 你整容了 那你真的整过吗 我觉得整容应该不会整的 像我这么失败吧 因为一般就是被别人质疑 整容的都是那些大美女 可是像我这样的女生 整容算漂亮 可是这个像我这样漂亮层次的 应该马路上一抓一把 好 那咱们投票吧 准备一下三二一 请按键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 哇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你看到全翻了 你觉得非常好 对 那是为什么 因为有心理准备了 失误对于魔术师来说 是成功的开始 好 来我们简单说一下 不给他投票的理由 以前来过一个人 他误以为自己是诗人 其实他是邪心 今天来了一个人 他误以为自己是魔术师 其实他很周星驰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叶子轩 你为什么拒绝 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我现在想要的爱情 是那种比较安定 安稳的爱情 像这种比较浮华的 我爸爸他说过 那个就是 最好还是要 就是找一份 安安静静 踏踏实实的 爱情会比较好一些 季伟 很嘉宾 我觉得你有可能 你也许人家会觉得 你比较幽默 很开 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在这个台上 一直在掩饰自己 你是一个很怕受伤 然后其实很怕 别人在否定你的人 所以当后面的牌 全部都灭掉的时候 你有大笑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大笑的背后 其实你会觉得 有一点没有面子 或者有一点失望 或者怎样 但是我觉得 你在那台上 应该把更真实的自己 展现给我们 这十位女嘉宾看 让我们十位女嘉宾 能够很真实的了解你 而不是 只是 好像像演场戏一样 就像变魔术一样 人生不是在变魔术 你知道吗 告诉了你 所有的人最后 没有给你亮牌 翻牌的原因 但是依然是一张 灿烂的笑脸 你之前的选择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我现在可以 马上为大家揭晓 你需要做的选择是 是不是需要继续向他 表露真情 勇敢地表白一番 看看他是会接受 还是拒绝 愿意吗 愿意 好 他选择的是 六号 叶子轩 来有请 子轩 请出列 其实子轩 我想说 你可能会认为 一个魔术师 他的表白方式 可能会很华丽 很浪漫 但我会告诉你 不是 因为 学习魔术 广大的魔术师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 另一半更加开心 让身边的所有人更加开心 仅此而已 我可能信在一无所有 我不可能给你变出鲜花 不可能给你变出钻石 我不可能给你变出一栋房子 一辆车 但是 我相信 两手哄哄的我 我能继续努力 靠自己的意志 不停地往下冲 爬到我所要的顶点 之后 我能给你带来稳定 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男生吗 男嘉宾 谢谢你 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我一直以为 这个舞台上 会再有人会选我 还一直以为 还是会有人骂我 或者怎么样 今天很感谢 你可以 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选择我 并且在我没有为你 留牌的情况下 还是坚持给我 坚持和我表白 男嘉宾 我知道 其实刚刚透过很多聊天的言语 你是一个条件 还比较优越的人吧 可能说 我觉得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现在 可能说 我不像以前 那么的自信 我会变得有那么一点自卑 我会觉得 像你这样的条件的人 太容易伤害一个人了 会觉得 你不能给我安全感 会觉得 可能 跟你在一起 我会受伤害 我在这个舞台上 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是一个好人 这样的话 虽然我从心底里真的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男嘉宾 谢谢你 好 子轩的拒绝 都像一次心里的开导 哎呦 成林要说那句话了 刚打开电视的人 千万不要以为他俩是恋爱 好 谢谢 来 顺着你来的舞台 和大家说再见 陈寅也算没白来 得到了小月的一个深深的拥抱 啊 红红烈烈不如平静 反正 失败惯 就会出现更多的自信 我感觉 还是觉得自己可以的 你好 我是来自韩国的 请多多关照 谢谢 何志松 来自韩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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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韩国帅哥 对的 你好 韩国帅哥 十五岁 哈 志松 以来 好 大家 都很高兴 谢谢大家 有很多美人 在这里 我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 听懂吗 大家好 我今年25岁 来自韩国的首尔 对不对 然后呢 今天看到这么多美女 我很开心 对吗 有点激动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韩文好 而是说明 您的表情 和您要说的话 完全匹配 她是一个不掩饰自己 完全敞开自己内心的小伙子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我来中国五年 五年了 一直学中文 是 英文也出了 你应该说是了 是 太紧张了 对不起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 都喜欢听韩国歌 你会唱歌吗 可以 唱什么 我唱歌 你会唱歌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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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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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怀疑韩语不是你的母语 哈哈哈 你已经跑到首尔去了 哈哈哈 来 80票到台中咱们再聊 10位女嘉宾 请你先选择一位 留在我的手机上 是你比较心仪的号码 这么坚定啊 毫不犹豫 来 来说一说 对这位韩国帅哥的第一印象 易涵 你好 你好 我想用韩语跟你说一句 谢谢你们 谢谢 好的 谢谢 他说什么 他想叫我好朋友 跟你叫朋友 丽童 意思就是他不会选我对吧 不是他不会选你 是因为他只会说这一句韩语 对吧 这句话一听就知道你在中国待了五年了 嗯 能听懂言外之意 莫莫 你是不是要跟他用韩语交流了 是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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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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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特别喜欢泡菜 见到你很开心 你看上去他特别的帅 感觉像是电视里面看到的韩国明星一样 谢谢 一定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的 谢谢 紫萱 虽然说现在卢小玉不带我由副会长 外贸学会的副会长容身为了郑会长 我代表所有这个会 表示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审核 只不过我叶紫萱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帅哥 我感觉你外套挺好看的 听懂吗 听懂 你穿的也很性感 谢谢 你能听到陕西话 我不相信 我感觉你这样挺可爱的 你也很可爱 谢谢 天哪 你好棒 我觉得他的中文老师是带有陕西口音的 所以他听得特别熟 也有可能 就是说说明他真是努力地学习过中文 居然能听得出 哎 你还能听懂中国其他的方言吗 四川你来 那就什么 四川话听得懂啊 四川话 啊啊啊 听得懂 说说说 你爱吃火锅不嘞 你爱白吃火锅 啊 完全听不懂 所以建议你今后选恋爱对象的时候 你可以选北边的西边的姑娘 就是南边的中中部的姑娘 你尽量少接触 走 走 好 南树叶 我在一直 然后我今天好像是最淡定的 因为我一向都不是帅哥的菜 所以我不会再犯出那种花痴的样子 我前几期的打击已经够深了 可是你一直否认自己是帅哥啊 不是 因为他也有我喜欢的酒窝 我每期都说我喜欢有酒窝 但是你只听到了他喜欢你的酒窝 但是你只听到了他喜欢你的酒窝 但他说他不喜欢长得太帅的 因为我已经屡屡受的挫折 我觉得我从来不是帅哥的菜 他说他之前因为被很多帅哥拒绝过 他认为 我叫何之宋 来自韩国 今年25岁 现在在复旦大学读书 我为什么选上海这个城市来读书呢 因为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很美 很大 很有前途的一个城市 我平时在这里呢 除了学习之外 一般看书 看电影 或者健身之类的 我的轮胜格也是 保健 封虫 牟利出 美化 尚指 苦汗来 何之宋 你是最棒的 你又帅 你又有才 像百里挑一 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哦 这个你当过兵的时候是不是 在中山 在韩国 在韩国当兵 韩国每一个男小伙子都要服兵役 对 这是 主编的时候的妈妈 妈妈 那边呢 表姐 表姐 现在在韩国 都在韩国 都在韩国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妈妈是做插画老师的 这是什么 拔火灌 哦 拔火灌 这个照片你也给我们看了 这是你在拔吗 对 你喜欢中医 对 最难 好 那我们再来翻开复刻牌 继续了解 家族运输企业 上海读的中学 现在在复旦就学 在韩国有房有车 喜欢滑雪 爱浪漫 你说你在上海读的中学 对 这什么时候 爸爸来带你来还是什么原因 妈妈叫我来上海 爸爸妈妈没陪你来 是你自己来上海读中学 我有个人过来 为什么你要选择在上海读中学 读大学 上海是在中国不是最发达的城市吗 那你在上海哪一所中学呢 在新红桥高级中学 新红桥 你们家族是搞运输企业的 对 是从韩国往中国运 还是 现在还没有韩国往中国 就是韩国境内 韩国往日本 韩国往日本 就是物流实际上是 对吗 对 那你为什么不打算回去 帮爸爸妈妈继承家族的运输企业 反而想留在上海发展呢 因为最好是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能力找过企业 那样的话妈妈爸爸也会开心的 谈过中韩女友 喜欢温柔女生 中韩女友是什么时候谈的 中国和韩国都有 分别有几个 韩国女朋友三个 中国女朋友两个 我想问你 你说你喜欢做那个浪漫的事 那你会陪你的女朋友去看大海 然后看电影 然后去游乐场玩吗 对 那 你会为了你自己喜欢的女人 然后拒绝身边那么多美女的诱惑吗 听懂了吗 凡妮 你不是不要姐姐帮你翻译吗 帮个凡妮 哥哥你不许翻译 中韩人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还是要维护一下 他就说 你会为了自己的女朋友 对 放弃别的美女吗 当然 当然 嗯 而且他说你这个 你喜欢浪漫 那我倒想问问了 嗯 你做过什么样的特别浪漫的事 我 我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嗯 我很喜欢 过一个女生 嗯 然后 我想表白给她 然后 早上她 上 上课的时候 嗯 我偷偷着 拿着花 嗯 进去教室里面 嗯 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拿着花 戴着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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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为什么戴口罩 害羞呀 一边给花 一边表白了 嗯 那全教室的人都看到 老师也看到 嗯 老师没有说 这个同学你来干什么 没有没有 那老师怎么说 老师帮你鼓掌 是在复旦大学吗 我是复旦大学 上海外大 你到上海外国大学 做的这件事情 上海外国大学 你到上外去 你 上外 上外老师好 是个好学校 对 理解年轻人 对 成功了吗 成功了 成功了 这就是你所谓谈过的 一位中国女朋友 还是韩国女朋友 韩国 韩国女孩 韩国女孩 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 你讲过了 但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像韩国电视剧一样 我特别喜欢看韩国电视剧 然后你愿意跟我一起演一演吗 那默默你说哪一段 蓝色生死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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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怎么说 到台中央 我从来没有追求 王树叶的真情流露究竟为了谁 首位韩国男嘉宾的出现 会得到女嘉宾的青睐吗 精彩不容错过 中央叶的搞笑 放电视剧 1个词 2个词 1个词 1个词 2个词 3个词 3个词 在世界上会成为一种木材 如果一种木材的木材 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木材 所以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木材 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木材 我知道 对 是的 男主角忘记了 其实不是 她最喜欢演的是男生生死练 但是我其实最喜欢演的不是这个 你最喜欢演的是什么 一起演给你们看就知道了 오빠 바로跑 바로跑? 对 你怎么跑? 对 我不想 那么好 就露拍吗 露拍吗 我不能 эп 洗牙 衣服? 是的 你穿着衣服 你穿着衣服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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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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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去 就去 去 不不 去 去 我听到了 谢谢 莫莫演得好投入 真的 演得怎么样 他们说得非常好 他们说得很好 你没有去那个 韩国KBS 真是可惜了 那莫莫你觉得她演得怎么样 第二个才是真实的她 第一个不是 对啊 就你这样搂着她的时候 你没有安全感 没有 你体会到她什么感觉 就觉得她很怕 她肯定怕 她一开始笑呢 她喜欢那个温柔女生 我觉得不是的 她喜欢野蛮女友 看出来没有 现在 谢莫这样在后面搂着你的时候 你真的害怕吗 不是害怕害羞 我们说 主要是 主要是没戴口罩 就显得我成什么了 依涵 我特别喜欢看 浪漫满屋的那个韩剧 但是我特别喜欢里边那个 日云唱的那个三只小熊 你会唱吗 谢莫 不容易 但是像你这个身材不像三只小熊 像三只小鸟 又出这个难题啊 但是解答的很自如 我觉得 还有人愿意继续和他交流吗 如果没有 我们来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你这是干嘛 你这是干嘛 让你跳动 暗是就不要你了 是吗 不暗才是要你啊 你应该 你这样 没关系 目前还有人想要你 你有机会了解女嘉宾 你想看谁的VCR 我想看九号的VCR 九号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书叶 我现在在一家传媒公司 做行政助理 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然后下了班以后 为了犒劳犒劳自己 一天辛苦的工作 我会经常做几道 我自己爱吃的菜 像我做的番茄炒蛋 绝对是比别人好吃哦 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一定要是那种成熟稳重 我在他面前 希望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 大家好 我是叶叶十几年来的好朋友 咱俩从初二时候就相识咯 每个周末都会主动来找我 因为我出去玩 可是我被他搞得好烦 有时候不想出去 但由于姐妹情深 又不得不答应他 所以恳请在场的各位嘉宾 帮帮忙 赶快把他带走吧 一野加油 你是最棒的 你哭什么呀 究竟是什么让王书业累流不止 精彩马上回来 你哭什么呀 问问小何 你觉得为什么 我们书业会突然之间哭呢 知道我什么做错了吗 你没有做错 你就觉得自己 你没有做错 你没有做错 好 好 书业稳定一下心情 其实 因为在这边那么堵起来 首先他是第一个 我很惊讶的 真的很出乎我意料 第二 我看到那微信里面 我真的很想脱离我的单身生活 而且那个朋友 真的是我十几年来的司党 他也在上海 我发烧感冒的时候没有人照顾我 他会从那个很远的角去 但是他会送感冒药 药克森要给我 他也有他的恋情 但是我每次只有拖着他 我不知道找谁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我爸爸妈妈很关心我 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我想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 我也是从小时候开始 一个人在上海生活 书业 加油 书业不哭了 他给你鼓励 你看你这个情绪开始感染人了 你再看你身边的郭静也开始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现在城市人口的流动 在异乡生活的很多 心中有委屈的人也很多 你怎么只给他不给他呀 还有一个也在哭 用完了 用完了 他为什么哭 他为什么哭 我告诉你 因为他讲的事情呢 让他突然间觉得也深同感受 咱们先让他们两个平复一下心情 你还有问题要问其他的女生吗 可以吗 想6号 3号 3号 可以 如果我们两个明天约会的话 你想做什么 如果明天我们去约会的话 那我们就先去美国 然后在某个人面前晃一圈 要想甜蜜的那种 去美国 你先说你愿不愿意吧 他如果明天约会 就去美国 去洛杉矶 然后到某一个他认识的人面前 会一起秀一秀你们彼此的恩爱 太浪费钱了 如果明天约会的话 我想 亲戚的某个女朋友 什么 想去吃韩国泡菜 太好了 不用花钱 啊 很多 喂 家里有 很多哦 很多 哎 家里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妈妈做的 妈妈做的 嗯 好 还有要问吗 没了 好 想问 好 但是他还没有 初音要回答问题了啊 如果你问我明天去哪里约会 第一 我想希望你陪我去看一个加勒比海道斯底 第二 我希望你陪我去金山看海 因为是在上海 第三 游乐场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陪我去欢乐谷玩 哇 嗯 你觉得行吗 你知道吗 明天 一天你没过的人 好急 我没有让你在一天内去答应我这事 因为我跟我以前男朋友谈了两年 他以前都没有答应过 我告诉你啊 早上先去金山看海 然后下午去欢乐谷玩 玩完了之后 晚上去看加勒比海盗 知道了吗 好 谢谢 问完了啊 嗯 姑娘们 愿意继续给她机会吗 请投票 这位姑娘是一号 易涵 来 有请易涵 好 我们进入敢晒敢见真 唐氏真情表白时刻 你也没有跟我说话 我也很难过 然后呢 我有很多韩国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应该是那种特别有情趣 但是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所以我站出来支持你 然后你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种 谢谢 好 你请站上前 其实我来这里之前 我的心里面已经决定好了 有一个女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易涵 请坐 好 小河你就站在那里啊 好 那么在手机上留下的究竟是几号女嘉宾呢 小河 书也来 书也不要像一个瘦气包一样 有人选了应该开心 干嘛嘟着嘴啊 黄书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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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不认识我 但是我认识你 我在前一段的时间 节目当中 看到过你 你关注过我 对 那天你为了男嘉宾 记鞋带 然后 为他喝汤 那个时候我真的 非常羡慕他 很希望 他就是我 但是 但是 但是他拒绝你了 我还看到你 哭了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也是心里很痛的 很痛的感觉 哇 所以 今天 我为了你 带过来了 我自己做的泡菜汤 给你哦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 可不可以尝一尝吗 妹妹 你这喝的 不是汤 全是眼泪啊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加了那么多气 没有一个人选我 每个都拒绝我 我觉得我很自卑 当你上来的时候 我很想 说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 看到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真的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害怕 他 我家人的反对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 而且 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我很想为你做菜 然后哪怕做的不好吃 也希望你笑着 把它吃下去 但是我家人真的是个很传统的人 你愿意跨过这道难题吗 你先给我几乎一下 我说服你的爸爸妈妈 面对如此吃情的男嘉宾 王树叶将会做何选择 精彩马上揭晓 我家人真的是个很传统的人 你愿意跨过这道难题吗 你先给我几乎一下 我说服你的爸爸妈妈的机会 我觉得这句话让很多人无法拒绝 可是我从小都很听大人的话 其实 我从来没有追求过自己想要的东西 包括爱情 我 真的很想说我很喜欢你 爱情光想说有什么用 它得就接受吧 我 这时候不是讲礼貌的时候 我 今天也为她做了一道菜 本来是想送给她作为中韩友好的一种关系的理解 我带了我早晨大清早起来 亲手红烧的狮子头 这是什么 谢谢 你看我们中国女孩子多好 吃了一口泡菜就还给别人狮子头 这不是等价交换我觉得 太大了 好吃吗 很好吃 带回家 谢谢 菜不是人的 看到这我都糊涂了 吃也吃过了 抱也抱过了 那这算牵手成功了吗 算吧 那你呢 这还不算 不要像回家的诱惑一样 他都不懂 什么意思 他不要我吗 就是说别的女人要是喜欢你了 你不能去喜欢别的女人 当然 我知道 你喜欢用韩国的产品 但是因为你今天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 我希望你今后多运我们中国产品 有两样给你介绍 一个是精力音乐手机 一个是 和堂系列 和堂系列 一个是帅康厨房电器 好吗 谢谢 你会爱上中国货的 谢谢 每当看到有这样的时刻 我觉得做这个节目时间再久 也是值得付出我们的努力 是 再见